我们看这个手向 这个十指驯弓的位置啊 明显是比较饱满的 正才比较旺 而且呢没有杂纹干扰啊 其他掌球都有一些杂纹干扰 才运不但旺而就稳的 小指的水星秋呢 钱才竖线有多条啊 而且呢 这个说明偏才旺 米康纹呢 也是手指间米康纹竖线也有啊 这个四指呢 也是严丝合缝 手材能够知进退 生命线也是非常的清晰深刻 有糊涂为人是慷慨大方 生命线初期呢 有一些横门干扰啊 那么说明早年家庭条件一般啊 并不能给到自己很好的环境啊 成年后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 那么生命线后期呢 杂纹变少啊 运势也是越来越顺畅 属于典型的仙古后天的命局啊 我们注意到这个勤线 感激线初期啊 有一条这个羽毛状的纹路 那年轻的时候呢 犯情伤 但是自己呢 很快调整过来 后面的感情线呢 比较粗 比较深啊 用情很深 容易陷入感情当中 甚至有烂桃花干扰 这个异性缘是比较旺的 再加上这个结婚线呢 有三条啊 长短不一 结婚的机会比较多啊 这个婚后呢 要注意第三者的侵扰 注意防范 那么月秋附近 也就是在这个长测啊 有很多条这个旅行纹啊 说明在外旅行的运势不错啊 说不定能够交到朋友 那个旅行过程当中呢 也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和放松啊 对运势也是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另外呢 说明也有出国发展的机会啊 生命线的尾端啊 出现这个三角纹啊 这个代表晚年疾病困扰 再加上这个健康线呢 健康线呢 就是往这个小指方向走的这个线啊 断断续续啊 注意劳逸结合 同时呢 说明晚年呢 容易为子女操劳 另外呢 生命线这个和智慧线啊 以及这个事业线啊 共同组成这个元宝型的纹路 那是人生人生当中的财库啊 利用得当的话 渴望在财运上有比较大的突破啊 有望实现这个财富自由 加上一个肢肉 新线这是一番 hoe 无人生命线啊 有点忍苹